嗨,我是徐徐 7月5日,天后李文的二姐Nancy突然在社交媒体公布 李文因抑郁症困扰,7月2日在家中轻生 送医院抢救三天无效,最终去世 消息一出,震惊了全网 当时我在看电视,是微信群里高中室友发来的消息 我不敢相信,错愕恍惚了一下 跟家人说李文去世了,抑郁症 家人说滴答滴那个吗 社交媒体上,两岸三地的名人也都纷纷悼念 回忆着和李文交往的点点滴滴 提到最多的词都是灿烂,笑声,温暖 但这几个词,很难和抑郁症联系在一起啊 作为一个路人粉,我对她的印象还停留在 22年因不满节目组暗箱操作 怒斥好声音赛直不公 瞎了,大家都在看 我都在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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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之前就是18年在歌手和杰石姐合唱的BangBang经验四座 我当年看到这个舞台就很感动 这个舞台完美诠释了什么是女性力量 而如今李文私人已逝 杰石姐一直饱受病痛折磨 又知道了李文每次舞台都是强忍着巨大的腿疼 再次看到这个画面不禁潸然泪下 今天我想来好好说说李文 好好缅怀这位天后 如果我这支影片可以让那些和我之前一样对他印象模糊的路人 能够像现在的我一样被他的人格精神感染 那我觉得也是做了一支很有意义的片子 李文原名李美玲 1975年1月17号出生于香港 她的父母都是北大的高材生 母亲是北大校花 学的是外科 在那个年代能考上北大又是厉害的医学系 还是个美女 可见李文的母亲不是一般人 父亲是印尼华侨高大帅气 在北大学中医 李文上面还有两个姐姐 在李文出生前几天 父亲感染风寒去世了 那个年代一个女人带着三个女儿 最小的女儿还尚在墙堡 孤身在香港漂泊 可想而知生活有多艰辛 周围人都劝他把最小的女儿 也就是李文放弃掉算了 但妈妈不肯 硬是靠打零工把三个女儿拉扯大 李文后来上节目里一直说 妈妈是个很坚强的人 最大的人生目标就是给妈妈享福 所以我就希望 现在我可以给我妈妈享福 这个是我的最大的人生目标 我希望我妈妈享福 李文9岁那年母亲改嫁了 一家人来到了美国旧金山 母亲很传统 对三个女儿要求严格 18岁之前不可以跟男生讲话 女孩子打扮那些的事都一律不允许 而且读书一定要第一名 其实这么看 李文的妈妈是很多海外华侨典型的虎妈形象 刚到美国时 李文不会说英语 功课也不好 妈妈虽然工作很忙 但还是每天早上5点起来给她辅导功课 她从班里的30名考到第11名 然后第3名 再之后就是每次都是第一名 母亲告诉她不聪明不要紧 但一定要努力 一定要努力 也成为了李文后来人生信条之一 高中时期的李文也算是学校的风云人物了 她是学生会会长 也是排球队队长 16岁代表学校参加了妙龄小姐的选拔 得了冠军 之后呢又参加了学校的音乐会 唱了现代歌曲 让那些原本怀疑她能不能唱的黑人同学 都竖起了大拇指 我是12号李思琳 李文三姐妹都是有唱歌天赋在的 两个姐姐都参加过唱歌比赛 而且拿了名次 也都有经纪公司想要签她们 但是妈妈不允许 担心女儿进入娱乐圈就要学坏 一直到小女儿李文 估计妈妈也是想通了 同意了女儿走唱歌这条路 但李文其实一开始自己也是犹豫不决的 因为受到外科医生妈妈的影响 她从5岁开始就有个当医生的梦想 从小努力读书也是为了实现这个梦想 那是继续学业呢 还是去当歌手呢 这是18岁的李文高中毕业后纠结的问题 当时香港正好举办TVB新人歌唱大赛 张国荣梅叶芳都是这个节目出来的 李文想着先去报名试试看吧 结果这一报名就得了个亚军 签了经纪公司在香港出道了 在香港的那一年半 李文后来回忆是挺苦的 当时签约的公司很小 报酬只有车马费 妈妈和姐姐都在美国 钱都花在电话费上了 她每天只能吃泡面 但她当时以为娱乐圈就是很苦的 一开始就抱着要吃苦的决心 所以也觉得这样的生活也没什么 对比现在的某些流量 在香港没什么水花 两年后李文回到美国念大学 想重拾一生梦想 但发现自己心态变了 很难静下心来学习 于是又回去继续唱歌 转到台湾发展 加盟了台湾索尼 发行了唱片李文coco同名专辑 然后一炮而红 据李文说 因为她觉得自己小时候像老虎狗 而二姐一拍脑袋说 很多狗狗都叫coco 你就叫coco吧 李文到台湾之后 妈妈也跟过来照顾她 为她打理一切 是台湾娱乐圈里出了名的难搞新妈 听过一个传闻 什么 这是演艺圈四大星妈 你知道是哪四大妈 我妈一定在里面对吧 你妈 顺子的妈妈 真的啊 还有范小军的妈妈 对啊 还有一个是谁的妈妈 我那 王力宏 王力宏的妈妈 真的啊 没有你妈哦 拜托我妈是纸老虎 什么是四大星妈 性格强硬 善于处理人际关系 对子女的演艺事业插手较多 内宇也有两位著名的星妈 只是一位已经在监狱了 还有一位呢 近期也是麻烦不断 之后 李文在98年推出滴答滴暗室 三个月内卖出了100万张 人气持续暴涨 99年 他转签美国索尼音乐 是第一个进军国际乐团的华人 还被Michael Jackson邀请 上了他的韩国演唱会当嘉宾 2001年 他演唱了卧虎藏龙主题曲《月光爱人》 成为第一个在奥斯卡颁奖典礼 现唱的华语歌手 身上这套红旗袍是纪凡希量身定制的 镶嵌了价值130万美元的珠宝 李文被时代周刊称为华人之光 这一年他才26岁 同一年他登上了春晚舞台 更多内地观众认识了这个热情洋溢 笑容灿烂的女孩 2011年可以说是李文的高光之年吧 2002年 李文被NBA邀请在开幕式上演唱 他一开始很纳闷 为什么会邀请自己呢 后来得知 原来因为当年姚明刚加入NBA NBA知道他喜欢李文 所以特地邀请他来 想给姚明一个惊喜 09年 他被邀请到美国洛杉矶的 华特迪士尼音乐厅举办个人演唱会 成为首位在这里开演唱会的 华人歌手 这几年 他一心进去欧美市场 出了英文专辑 但也许他这样的风格 在欧美反而没什么特色 又是一个华人 欧美市场反响一般 再之后想转回华语乐坛 但这时的华语乐坛 已经神仙打架 他的风格也有了后起之秀 市场早就被瓜分走了许多 所以这段时期 大众会觉得他好像淡出了 一直到16年参加我是歌手 一举拿下歌王 才算是又一次出现在大众视野 让一大批 9500后的年轻朋友认识了他 在闯荡娱乐圈这条路上 李文似乎从18岁出道以来 就比较顺遂 在一个很年轻的年纪 就登上了很高的舞台 成为华人之光 隔几年出现 又拿下了国内 Top级唱歌比赛的冠军 17年他上金星秀 金星也发出 他好像人生没有低谷时期的感慨 他回答说 当然不是 当然有了 只是我很少说而已 很少说 有一段时间我完全是失去我的声音 怎么会呢 应该就是 第一 我是一个很拼的人 工作非常拼 就是不休息 长期积累 疲劳状态 然后就 有一次感冒生病了 就声音就开始出现状况 失声了 对失声 可是那一次之后 就完全是 不知道怎么了 就是完全唱不了 多长时间大概这个 好几年 真的 好几年 在大众以为李文淡出去享受生活的那几年 除了他新出的歌没有那么火了 还有就是他生病了 他的嗓子出现了问题 连音声也不知道什么原因 他一度很崩溃 1米62的身高 瘦到只有86斤 没有人会想到 这个拥有天籁之音的性感歌后 会被失声问题 深深困扰 妈妈鼓励他不要灰心 从头开始 每天恋唱一句月光爱人 一句一句 后来就慢慢好转了 而让李文这一次失声的源头感冒 是他的老公Bruce传染给他的 这位老公Bruce 在李文逝世后也引起了很大的争议 Bruce出生于1958年 是个加拿大人 在美国波士顿长大 比李文大了16岁 从佛蒙特大学辍学后 到香港成了一名网球教练 认识了一些上流社会人士 其中就包括当时利丰集团的主席冯国金 利丰集团是一家上市公司 主要业务做消费品进出口 反正就是很大很有钱就对了 1981年 Bruce与兰贵方之父盛志文 共同创立了一家成衣贸易公司 赚到了第一桶金 2000年 利丰以22亿美元收购了这家公司 Bruce也加入了利丰 并且在2011年到2014年担任集团的CEO 2014年 利丰将旗下的业务拆分成利标品牌上市 Bruce成为利标CEO 但据李文二姐Nancy说 她已经被撤职很久了 2003年 李文和Bruce在香奈儿的一个活动上认识 俩人一见钟情 说起Bruce 早年的李文满嘴的夸奖 满眼的爱心泡泡 05年上康熙来了 说他人很好 大家都很喜欢他 他的人呢 你会很喜欢他 什么人都很喜欢他 有一些人呢 只有女生喜欢 有些男人 只有男生喜欢 他是那种 大家都很喜欢他的人 幽默风趣 很会照顾人 他的人很好 心底善良 你就会想靠近他 跟他讲话 然后呢 他跟你讲话的态度 永远是 很在乎你 很care 很sincere 很诚恳 05年3月 交往一年多后 Bruce向李文求婚 李文一口答应 从接受媒体采访时 也可以看出来 李文真的很开心 对Bruce满满的喜欢 2011年 二人结束爱情长跑 在香港举办婚礼 花费了1.5亿港币 这是什么概念 今年4月份 赌王的女儿 何超莲结婚 也就花了半亿港币 可想而知 李文当年的婚礼 是有多好 何超莲和豆香 我们以前的影片也有讲过 感兴趣的小伙伴 可以去看一下哦 李文的婚礼举办了两天 被形容为 上流社会的流水席 Bruce离过婚 带着两个女儿 刚和李文认识的时候 一个五岁 一个八岁 李文像闺蜜一样 和他们相处 一家人十分融洽 在社交媒体上 也经常晒书幸福生活 工作繁忙 还要抽空出来 费心思给老公和妓女 办生日派对 李文说自己 每天都会给老公一个惊喜 时间一年年过去 李文想有一个 自己的孩子了 17年参加金星秀 一上场要入座时 李文就问 哪个椅子可以生孩子 因为金星秀上 那两个红椅子 有做了就可以结婚 生孩子的魔咒 有分哪一个什么 做了会结婚 然后做了会生孩子 那个是生孩子 那个是结婚 你先做一会儿 那个先生孩子 好的 咱先做一会儿 真的吗 对 做一下就怀孕了吗 特容易 好像有东西来踢了 18年 43岁的李文 开始了人工受孕的艰难旅程 人工受孕过程是很痛苦的 偏偏李文还是特殊体质 打针比别人时间长 效果还不好 停工几个月 做了9次人工受孕 最终还是一无所获 不得已放弃了 但你自己有想过 你一直很想要 自己啊 对不对 还是现在已经觉得随缘 曾经真的很想 然后都去尝试 对不对 然后我觉得这个真的是 不能去抢求 20年520那天 李文发了一条微博 把一直以来的长发剪短了 说要多爱自己一些 因为这辈子只有自己勇相随 到了7月 他在IG分享图片 内容是鼓励自己 一定可以变强大 底下还有一个网站链接 而这网站是为那些 正在经历分手 处于感情破裂人士 做心理辅导用的 过了两天 他有微博发文 自己要学习去 医治破碎的心 希望自己有勇气和时间 李文婚姻破裂的传闻 开始传开 22年的最后一天 李文在脸书发文 要有女战士的态度 来勇敢面对生活里的 各种艰难 在这一年 终于找到了真实的自己 po图里 她体重只有42.3公斤 还带着引流管 离婚消息 再次传出 李文的一个闺蜜 向媒体透露 Bruce出轨三次 第一次李文原谅了她 但后来 Bruce一而在 再而三和一些女性 举止亲密 毫不避讳 俩人的共同朋友 甚至撞见她出轨 告诉了李文这件事 而李文只是沉默回应 搬出俩人爱巢 而视如己出的两个妓女 也和她划清了界限 站在了父亲那边 被自己至亲的人背叛 打击是巨大的 2月14日情人节 李文发新歌Tragic 配文爱情走到这里 一个词Tragic 既是打歌 又是抒发自己的真实情绪吧 2月 李文发文说自己的腿脊 全网震惊 唱跳Diva居然有先天 左腿缺陷 这么多年来 全靠右腿支撑 能跳舞已经是奇迹 这些年全靠意志力 每次表演完都痛得要命 现在就急复发 走路都困难了 看到这个帖子 再去回看李文那些经典的舞台 真是让人心疼不已 李文说腿脊是她生命中最大的挑战 也是她一直不敢面对的恐惧 她说自己是个女战士 一定可以战胜 希望自己可以快点好起来 自理行间充满了对舞台 对生活的眷恋和渴望 手术还算成功 需要漫长的康复期 据说在李文手术和康复期间 Bruce在外旅游 一次都没有来看过她 就在我们以为她在努力康复 之后又会阳光灿烂的 在战娱乐圈出现在我们面前时 却迎来了她去世的噩耗 李文去世后 老公Bruce火速回港 以世中的名义发了复告 署名上还有李文两个姐姐的名字 但二姐Nancy说 这是Bruce擅自发的 而关于Bruce到底是不是个富商 也开始有人讨论起来 有金融博主深巴Bruce 创业以来的身家 03年她合伙创办的公司被收购时 她的确身家千万 但后来去了利封后 年薪约300万港币 根本不是传说中的40亿富豪 只能说是个高级打工仔了 而且她已经离职两年了 而李文当年结婚时 事业正如日中天 资产方面远远超过南方 早在99年就买下了 比弗利山庄的豪宅 和成龙市邻居 当年李文和Bruce结婚的时候 没有签婚前协议 而且那1.5亿的婚礼 全是由李文负责的 李文二姐Nancy看到影片后 在底下留言 说是妹妹一手把她捧上富豪榜 为她拉关系上位的 据传李文的身家大概有10个亿 豪宅都以偿命气的形式 与母亲和姐姐联名持有 而且生前也有利好遗嘱 要把遗产都给妈妈 但是因为她还没离婚 老公才是第一顺位继承人 据传Bruce想找律师推翻遗嘱 这官司也是有的大了 搜集完李文的资料 看完她几乎所有访谈 我总结了一下 她身上的几大特质 懂事孝顺的小孩 努力拼搏的完美主义者 照顾到每个人情绪的 服务性人格 正是因为这三点 也让她不在家人粉丝面前 表现出来自己的难过和伤痛 甚至在她两岁做手术时 明明很害怕疼痛 才两岁的她就懂得隐藏自己的痛 不跟任何人说 姐妹三人她是最听话的 因为妈妈已经很辛苦了 不想让妈妈伤心 她也是最会安慰人的 从小就是开心果的角色 我觉得我妈比较情绪化 所以可能有时候 她讲话比较冲一点 那可是 我觉得她整个人都变了 整个人现在比较soft一点 你自己是不是情绪化的人 不太 我觉得我是情绪稳定的人 但真的是她冷静 还是她把自己的情绪 隐藏起来了 强装稳定呢 她上的每一个访谈 快乐二字是绕不过去的话题 甚至眼光犀利如金星 都说她是快乐的 那时候成长得很快乐 这个快乐影响她一辈子 她一直是很快乐的 很向上的嘛 对吗 我觉得快乐或者不快乐 是要看你的态度 因为人生肯定有很多事情 很不快乐的 我很多事情在我的身上 是很不快乐的事情 可是我觉得 你的态度决定了 改变它 对我不会让那些东西影响我 我尽量不要让它影响我 怎么觉得你always 是这么的shiny why 你怎么做到的 你有黑暗面吗 我的我的个性就这样子 但只有跟她朝夕相处的人才知道 她是把自己隐藏起来了 爱的 她都喜欢藏起来 藏起来 对 对 她的经纪人小刚说 觉得李文大部分时间 都是在为大家而活 是为听大家的意见 我觉得她大部分是为大家而活的 看她一直在强调说 她听歌迷的意见 OK她都在听任何人的意见 她都在满足所有的人 像我们前几天去吃饭 她点了一桌 一桌的菜给大家吃 可是其实很晚了 大家根本都吃不下 然后吃到最后就剩很多 她就说那你们怎么都不吃 我们说你都没有吃 都是我们吃的 那她其实都是很喜欢满足大家 就她喜欢看大家开心 甚至面对跟拍的狗仔 她也大方站在阳台让他们拍 提取他们辛苦 而对工作 对自己 她都要求完美 甚至到苛刻的地步 她上访谈时说 如果要开演唱会了 会一整晚一整晚的想衣服 不止自己的 还包括舞者的 她的身材保持几十年如一日 也能说明她对自己有多眼科 主持人让她适当也放松一下 偶尔跟妈妈撒撒娇 她马上回答 撒娇我会 我最喜欢逗妈妈笑了 比如说你在你妈妈面前 你可以当一个小女儿啊 跟她撒撒娇 OK的 撒娇我会 撒娇会嘛 我最喜欢就是逗妈妈笑了 你看对她来说 撒娇也只是为了逗妈妈笑 真的很让人心疼 对于感情 二姐Nancy6号在接受 星岛头条访问时说 李文的人生死穴 只有一样 感情 熟知李文的人都知道 她对感情太执着 因为从小没有爸爸 她很想有个爸爸 所以对大16岁的老公Bruce 投射了像爸爸的形象 对李文来说 Bruce是好爸爸 对女儿很好 但这个是老公 不是爸爸 所以问题出现时 她放不开 李文的事件到这里就讲完了 她走了 很多人都很难过 感觉是一个时代的落幕 外人看到的都是表面的风光 实际上的 她的努力 她经历的痛苦 只有她自己和身边人知道 但她就是这么怀着一颗 向善感恩的心 努力热烈的生活 工作热爱着 我想这也是她留下的 珍贵的精神财富吧 激励着我们每一个人 我看到很多人 他们有一些障碍 可能天生有障碍 对 我自己也有一些的障碍 可是我不会因为这样子 而不去做一个事情 其实大家不知道我天生我的左腿 我的这里是有一个问题的 所以我是不应该跳舞的 所以可是呢 所以有时候会痛 那时候年轻的时候 医生是说我不可以跳舞 不可以跳舞的 然后我会觉得 为什么会要让一些东西去阻挡自己 为什么 所以我排舞的时候都会忍着痛 而且我是对自己这么严格 我说再来一次 再来一次 为什么人家说你不可以 你就去接受 我觉得我不要人家限定我 我有一个障碍 我只能就是 Try my best every time 我就是尽我的能力去做我的最好 这就是口口 I just try my best 我们演唱会里面有一句话 有一句话就说 给我一个舞台 一支麦克风 我将给你全世界 我想用这首歌曲 来送给我们亲爱的Coco女文 爱你的心更加确定 谢谢告诉你 男情也好天气 有你轻勇的温度 有你微笑 有你轻勇的温度 在香蕾的三百六十五年 有你轻勇的温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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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 欢迎订阅我的频道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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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